二支歌仔 5月19日, 許廷鏗、Alfred 派了新歌 歌名叫做《煽風點火》 英文是Agitation 作曲朱俊傑, 填詞林直 編曲是Teddy Fan 監製就是于逸瑤和孔逸佳 歌名很激烈,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一首勸交歌 那一齊聽聽 何時先風點火, 熱對熱, 各有各水服了自己 這首歌不是很激動嗎? Alfred自己在《煽測樂壇》的訪問中說過 林直田的這份詞, 令他唱的時候力度比較兇猛 情緒上沒有什麼不肉緊的位置 我覺得沒有什麼位置可以唱得柔一點 我覺得又是很關這首歌的古事 因為通常最大陸的流行曲 只會在第一拍或第三拍中踩Bass drum 但《煽風點火》這首歌在chorus中 開始就已經是每一拍都會踩Bass drum 試試來個大陸流行曲的鼓 你我決定要決裂 談何互相體貼 你我說話都壯烈 原來只想喧善 《煽風點火》 《煽風點火》每一拍都踩Bass drum 大概是這樣 你我決定要決裂 談何互相體貼 你我說話都壯烈 原來只想喧善 《煽風點火》 就是這樣 我剛才用的那些鼓聲是小時候的吉他Pro 中的MIDI鼓聲 如果之後繼續做這個系列的話 我應該要找一些比較漂亮的虛擬 我可以用它去讀給大家聽 先忍住 這個鼓的節奏在一般的pop song 都不常見 我自己聽下去每拍一下Bass drum 就好像一些很激烈的心跳聲 一下一下打下去 歌手聽著唱的當然是靈寫有緊 為什麼我會理解這首歌為一個勸膠歌呢? 就是因為歌詞裏面有一句 對你想講你卻比刀鋒更尖 未送戀已經開始冷戰 明明是想和平處理的 但自己剛好做了一些相反的行動 這些平時大家生活裏面對家人 對情侶對朋友都肯定試過的 而且在其他歌詞裏面看到 這首歌的角度都是 現在膠就罵了我禁了 現在是分析為什麼那時候罵得那麼禁 原來是那時候 這瞬間的你我只想起缺點 令每句話像紅面 太賞心所以 再說不出要點 根本在罵膠的時候就是火遮眼 同樣的經歷我自己也是有的 罵膠太激動了 就只是說廢話出來 回到家洗澡的時候 就自己在想 為什麼我那時候不冷靜一點呢? 因為如果我冷靜一點 我就可以立刻想到很多點 去判斷你判斷你無法反駁 說笑而已 冷靜一點才可以代入對方的角度想 然後分析一下 到底這個問題有沒有出路可以做到呢? 所以這首歌很適合你吵架之前聽 想清楚是不是一時衝動 是不是火遮眼? 也很適合你吵架之後聽 讓你自己好好地反省一下 連上兩首歌套鼓的聲音 也是很非一般的流行曲 不知道Alfred是否喜歡唱這些 特別的音樂底的歌 也不知道之後再派的歌 會不會都是這麼特別的 今集Easy哥仔到這裡 如果想繼續留意有什麼派台新歌介紹 也有些分析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每週一、四月四會出我個人的生活主要片段 其他時間不定時就會出這個Easy哥仔 記得訂閱我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Instagram只能到三眼啦 大家 靠你們啦 快點讓我到三眼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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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吧